跟著主廚做動作 學員拿起高麗菜 南瓜 切成小塊備料 簡單爆香就是一道美味的炒米粉 接著還要挑戰酒家料理 魷魚螺肉蒜 這樣切的話魷魚一下水 就整個全身 一圈一圈的 功夫菜有達人引導 人人可以是廚師 而且學員不光是來學料理 更重要的還可以交朋友 透過互助合作 拉近彼此距離 一邊做菜 就一邊互相幫助 一邊問對方的一些資格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心理質 因為不會太尷尬的一個方式 在過程當中慢慢發現 那個原本害羞的臉 後來變得不害羞了 然後他們漸漸聊幾天來 然後漸漸變得比較熱絡 吃美食應該沒有人不愛 還是聊天的好話題 大同區公所舉辦同志單身聯誼 邀請大稻辰司廚當導覽老師 帶著12位參與者逛市場 認識食材 還一路沿著石聯洞走上台北橋 介紹大稻辰發展史 來一趟自信之旅 分組我們一起來 合作料理 來增加同志同志 交朋友 那不只是我們的料理 我們還透過這個活動 去到太平市場來去買菜 那也走一下我們的台北橋 可以認識一下 為了拓展單身同志交友圈 大同區公所每年規劃聯誼活動 結合迪化街在地特色 規劃不同遊城 希望增加互動 讓參加者更了解彼此 如果順利在一年內登記結婚 公所還會送上賀禮 延續幸福氛圍 記者邱順明台北報導